楊智良他之前有講過說 他講的這一些言論 如果還是有人這樣子要去 就是說一直把他放大的話 他還會繼續大放厥詞 然後今天他又上廣播節目 他先講的是說 還好 還好我當時講什麼 還好我講說我要開除這個醫生 所以炸鍋 他說整個輿論上面 大家討論之後才能讓真相更明 我是覺得有更明 真的很奇怪 然後我們講了一件事 就是說當他假設說 這一個染疫的醫生 他是在戰場好了 戰場如果說他真的做錯事 那才需要被懲處 可是他是在戰爭上面 受傷應該是要給勳章 他居然還在講這件事情 還在問他說 你到底是請是病假還是試駕 還有一件事情他今天點出來 他在講的 他在罵小英政府 我記得昨天才看到小英政府 有給一些醫護人員 防疫獎金對不對 可是他今天在講的是說 小英總統心中沒有老百姓 光是搞文宣就搞了幾十億 不願意花錢給這個醫護人員 強調挺醫護都是做拐頭 他說不是只有發文 不是只有送便當 怎麼樣簡單 到底怎麼樣來看 他講的話到底有沒有正確 來博文哥 其實我覺得楊智良 我覺得他在這個疫情當頭 每每去做這樣的挑釁 我覺得會引起醫護人員 很大的憤怒 而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減少醫護人員的戰力 所以我必須要講 我不知道他的用意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給醫護人員 最大的鼓勵 最大的支持 因為他在第一線 替我們守得這麼好 那我們在這個時候 你還在要開除醫師 然後問他說 請的是試駕還是病假 我覺得實在是匪夷所思 楊智良在兩年前 他說什麼 當台灣出現這個 不討這個危機的時候 大家全面在這個警戒的時候 他說他有 他認為有55% 他講得很精確 他說有55%的機率 說這個會步上日本的後塵 請問你這個根據哪裡來 你講得那麼精確 是不是請問楊智良 楊大師 請問你的根據哪裡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高度質疑你 你講說我們會 所以55%的機率 55%是很高 那請問 如果沒有這樣的狀況 而我們現在 不斷的謹守 不斷的謹慎的在做 那你是不是在唱衰 可是郭文哥 我覺得他那個55% 有一點點取巧 他昨天說5成 今天再加5% 那你知道5成就是一半一半 你不管有跟沒有 他事後都還是可以講話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這樣的一個心態 讓我們就覺得 是不是有點看好戲 故意做個預言 然後你看 如果被我說中了 然後你看我就很神 如果沒被我說中 那也無所謂啊 反正一半一半嘛 這樣的心態真的不可取 楊智良 你這樣不斷的打擊士氣 不斷的混淆視聽 不斷的做一些 似是而非的預言 到底你內心想的是什麼 我真的很擔心 我很不期待 我也希望你真的不是如此 有人跟我講說 楊智良 這樣是不是等著 看台灣的好戲 會真的這樣子嗎 一個人的心 可以真的這麼壞嗎 我實在不太相信 所以我希望楊智良 楊署長希望你日後的發言 希望能夠真正是以防疫為重 而不是帶著看好戲的心態 好 因為今天楊智良就問到說 這個案838 他請的是病假還是試駕 真的就有記者去問了阿中部長 阿中部長在CDC記者會的回應是說 他就是下班的時候出去 然後休假的時候外出 這個其實不需要糾結 不需要畫錯重點 那楊智良呢 他最近這兩天又開始有點活躍 今天有上節目 昨天也有上節目 他昨天我請教正浩 他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說 正浩我要叫什麼 這位年輕人這樣子嗎 這位青年 好 正浩我請教的是 楊智良他又講到這件事情 他說阿中部長是不是對於快篩 或是普篩有恐懼症呢 記不記得他之前曾經在講說 這個普篩啊 難道國外都是阿呆嗎 他那時候講的是德國的例子 可是他講完德國之後 德國怎麼樣 大爆發 不是他們根本就篩檢不來 後來就喊咖了 兩天之後說真的人羊麻煩 根本就沒有辦法做下去 他們就喊咖了 所以到底是誰對於這個普篩 有偏執症 來 正浩 我覺得這樣講好了 剛剛博文議員說 他其實搞不懂楊智良在想什麼 那其實大家一直普遍看 其實搞不懂楊智良在想什麼 也搞不懂邱淑提在想什麼 他們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不斷的不斷的刷存在感 對不對 可是我認為提供另外新的觀點 你可能可以不用管楊智良跟邱淑提在想什麼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他們的老長官 馬英九在想什麼 我給大家看兩張照片 這馬英九昨天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馬英九來看 他戴著漁夫帽 穿著年輕人的帽T 然後穿著牛仔褲 然後去西門町的美國街拍照 另外一件事 你看這更誇張 衝鋒衣都是最新的 衝鋒衣 然後戴著棒球帽 然後在西門町的美國街拍照 很多人可能不見得知道 西門町美國街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昆明醫院跟麥當勞 中間那條小巷子 是年輕人很愛去買潮牌的地方 這是昨天馬英九的行程 然後特別把它貼出來 然後說70歲的老伯伯穿成這樣 看不出來吧 其實我坦白講 馬英九在想什麼 我覺得某種程度跟邱淑提 還有楊智良在想什麼 我覺得可以掛在一起 我這樣講 邱淑提跟楊智良 難道不知道他講這些話 會造成台灣大多數人的反感嗎 他們當然知道 因為不管是從民調 或是說各個媒體的反饋 確實大家對於他們都是很反感的 可是問題是 在深藍的媒體 深藍的社群 深藍的LINE群組裡面 對他們來說是一片踴躍 一片歡呼 說他們是英雄 當然他們現在你去看 很多深藍的媒體 或是深藍的Youtuber 都說這兩位 終於打到所謂陳時中的死穴了 抓到他們的把柄了 這個東西其實坦白說 台灣是有非常非常厚的 同溫層存在的 所以你判斷這種現象 從大多數人 甚至六成七成八成的人 去看這兩個人的現象 其實沒有意義 其實應該看深藍的人 其實對於這兩些人 是加分的 跟他們的老長官 馬英九現在進擊失動 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聯合報名人堂的頭版 在聯合報社論是省旅行的投書 他的投書既然說要求那個什麼 現在台美關係好成這樣對不對 那你雙向遠什麼時候再向我 要升旗對不對 升旗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馬英九時代的政務官大量大量現在出來在幫馬英九洗牌 而且這些東西都 而且那時候升旗搞砸一切的不就是他本人嗎 他還有臉講這件事 我這樣講你看喔 那個休暑題 明知道封院是錯的 我現在回過頭來說 當時和平醫院的封院是你決策 你做的 他不敢承認對不對 他推給民進黨政府決策對不對 可是他要求這個 不立桃園醫院應該封院 神力巡 他一輩子都在幹外交官 那個時候他升完旗之後 AIT發三個聲明 聲明第一個就說美方沒有批准 第二個美方對這樣的行為感到失望 第三件事情請你永遠不要再發聲 當時引起宣洋大波生日旅行不可能不知道 可是他還是投書了 講了這些事情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整個大氛圍是馬英九時代的政務官 不斷的在幫馬英九洗白 馬英九自己也去裝年輕 去那個美國街去拍照 所以我們不要單純看這些事情 說好像說他們只是個人行為 想要刷存在感 沒有那麼簡單 我研判馬英九進擊施動 今年是國民黨的大年 今年國民黨要面對縣市長提名 跟黨主席的改選 所以馬英九他會做這些事情 我認為絕對會有角色